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 陈建琪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全方位的音乐人 不但横跨剧场广告电影还有流行音乐 而且曲风多变 跟他合作过的艺人包括 陈启臻 陈山尼 徐佳寅等等 今天很高兴要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音乐创作 建琪你好 慧玲好 大家好 建琪你参与的第一张国语流行歌是哪一张专节 应该是周华健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 叫现在周华健 现在周华健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我刚退伍 然后退伍之后三个月 有朋友介绍我去帮周华健编曲跟谈情 其实我完全没有经验 然后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流行唱片在遇到华健之前 但是我9月份去 他11月份要发行唱片 时间还蛮短的 非常非常短 那华健是一个对于编曲非常讲究在意的人 所以他一首歌会有很多的编曲版本 对 因为他想要在里面找出一个他最适合他的 而且他可以在舞台上可以表现的好的一个编曲方法 我很感激他那个时候想要让自己的音乐有多一些不同的声音 因为他 你知道我也算一半是听他音乐长大的 所以很长的时间的音乐比较接近 那他是一个 曲风很像 对 曲风比较接近 编曲的手法 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很幸运的 他刚好想要有一些新的声音在他的音乐里面 所以他就让很多年轻人 不只我 其实那个时候在百度人工作室 就华健的工作室 有很多的年轻人在他工作室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你一首歌要做很多个不同的编曲吗 华健是这样子的 他不只找我编 我可能编一个版本 他会再找别的老师 比较资深的 然后可能是弹键盘的 或者是吉他手 或是贝斯手 都编一个版本 真的 然后大家来看看哪一首歌 比较适合去表达这首歌吗 对 就是他会唱唱看 然后再从录音的过程当中 他再去感觉哪一个编曲的方法 对他比较适合 剑琪有被选上 有有有 其实还算不少 就在那张专辑里面还算不少是我的作品 但我其实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惶恐 因为毕竟我没有经验 然后这些其他一起合作的老师们 真的都是非常有名 就是我小时候在看那个CD 都是哇这个编曲是谁 都是我想要学习的对象 对 但我也知道华健的意思 我也从他的身上 我觉得就是音乐上其实并没有好坏或对错 就是只有感觉对不对 就即便是我这么新手 可是或许有一个触感触见的感觉 对到华健的耳朵或心理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歌可以是这样编 可以这样唱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华健的工作室 学习很多 而且成长很快 因为在三个月之内 其实你要做完很多的编曲 那我等于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快速成长 一夜长大 这种感觉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怎么去揣摩一首歌 它的编曲要怎么做 因为其实编曲有点像是你给这首歌 因为它已经有歌词 它有曲了 它有旋律 对 那你如何为它赋予它的一个 怎么说呢 怎么举例编曲有点像是这首歌的衣服 对你可以说它是衣服 你可以说它是外表 但我觉得它比衣服要更多一点东西 它可以除了歌声之外 还有旋律之外 它也是另外一个表达歌词的一个手法 对 那它也要能够衬托歌手的声音 还有它要符合整张专辑的概念 但以单纯编曲来讲 我自己的考量会有几个 比如说像歌词 比如说像唱的是谁 这样子的音乐风格适不适合它 我自己擅长的钢琴弦乐 如果放在饶舌歌手身上 可能就不work 可是如果放在比如说 徐佳寅或是魏如轩 启真身上就会work 那所以我要选择我的乐器 我要选择我的和弦要很难 变得很绝世 还是我要简单一点 那我觉得跟歌词的关系是 我喜欢编曲的时候就有歌词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好了 我跟齐真合作的时候 我帮他编过一首歌叫太多 那首歌的歌词是 一个诗人红红 他写的诗 大意就是说 我可以喜欢孤单 我可以喜欢什么 但不能喜欢太多 我可以喜欢什么 可以喜欢什么 但不能太多 所以我知道这个歌词 我大概消化了一下 都不能太多 所以我就让编曲很少 非常极简的编曲 我的钢琴不再像是一般的流行歌 很多的音 我的前奏就是只有两个音 同时精心 我把所有的声音都让给了主 vocal 让他去讲那些文字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发想 很多的线索可以当作 你要决定怎么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依据 刚刚靖琪说 从编曲 现在其实也开始制作唱片 你做的第一张专辑是谁 以专辑制作来讲 第一个歌曲的是徐佳寅 对 那在08年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 做他的专辑 但不是整张专辑 是大概四首歌左右这样 那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是亚生 那他们我觉得很大胆 怎么说 因为徐佳寅也是一个新人 那 才用一个新人制作人来讲 也是大胆的事情 虽然我在做制作之前编了很多曲子 但我觉得编曲跟制作 还是不太一样的角度在看 刚刚讲说编曲就是光对这个歌负责 但制作人要负责的就再更多了 他要在包括歌手的配唱 你要在录音室里面去跟他讲 他唱的怎么样 然后我不是一个唱歌的人 徐佳寅很会唱歌大家知道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录音室教他怎么唱 可是我可以跟他讲说 我觉得这句歌词 我了解你要表达的悲伤 但是悲伤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 你可以嚎啕大哭 你可以错气 你甚至可以不讲话 就坐在那边 我都可以知道是悲伤 那歌曲是徐佳寅写的 词是他写的 可是他却需要一个制作人去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歌词怎么样 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唱 我觉得这件事很奇妙 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流行音乐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商品 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在流串 在贯通 对就是在沟通的情感面 怎么样去表达一个悲伤的情绪 制作人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他可以带给我怎么样 更全面的 包括我其他的工作领域 他有点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 所谓默契就是说 那个信任感一旦建立起来 或者是对于彼此的有一种 不会讲的一种默契建立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不太需要真的 而说那个沟通在无形中 在生活中 我们聊天当中 他就成立了 华健的那张专辑到这里 其实你度过好多个不同的阶段 当然你刚刚很谦虚说 在华健那张专辑里面 是很快速的三四个月就 速成班就要完成这张专辑 并且其实成绩还不错 你觉得你是如何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我自己对于机会的来临 就是说我是抱着一个 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 我有多少准备 但是比如说遇到华健 这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也没有预料说他会觉得 好你就来帮我 其实我刚去跟他谈的时候 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是当他说好的时候 我会想说我又没有经验 我怎么去 但是我知道我会弹琴 我知道我喜欢音乐 所以这是我准备好的部分 那没有准备好的部分 我知道百度人有很多的老师 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 对音乐有热情 所以没有准备好的部分 其实我抱着就是学习的心态 而且你学很快 因为自己热爱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有兴趣 所以你不会觉得 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很辛苦 因为华健的工作时间 其实也是很特别的 也是半夜工作的 但是他半夜工作结束之后 我是要留下来继续改东西 对可是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每天都有新的进度 跟新的变化 你记得那时候你每天工作多长吗 我应该就是据说 华健离开录音室可能早上五点 那我可能也就是小睡个三小时 然后再起来开始修他的东西 对然后可能下午三四点 华健再进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东西讨论 对他来说你是一个 没有在休息的人吧 我不晓得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 因为也还比较年轻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都是很好 刚刚我们聊到 你跟很多歌手一起合作过 细数一下真的 多到不行 陈珊妮 陈启珍 我们刚刚讲的徐佳寅 其实你们甚至一起发行过专辑 好像你合作都是女歌手比较多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从开始做音乐 除了华健 但其实也有光良品观 对对对对 但比较完整的都是女歌手 来谈谈这些女歌手好不好 跟陈启珍的合作 我觉得她是很敏感的 对 因为她自己创作很多的东西 包括文字 包括影像 她拍照 对她也写作 所以我觉得跟她合作 我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 所谓默契就是说 比如说刚刚那个歌词太多 其实她给我的时候 我就打算这么做 而我present给她 我弹的东西的时候 她是非常喜欢的 她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在她的编曲的想法里面 所以你们对于这首歌 是有高度共识的 非常高度共识 那我觉得有时候 这种东西是强求不来的 就是说不管跟徐佳寅也好 跟启珍也好 三里也好 魏如轩也好 都是一样的就是 那个信任感 一旦建立起来 对 或者是 对于彼此的 有一种 不会讲的一种默契 建立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 不太需要真的 也不是说不沟通 而是说那沟通在无形中 在生活中 我们聊天当中 它就成立了 对在 相同关注的议题上面 在有兴趣的电影上面 对 在想要一起去吃的东西上面 其实这些在生活上 就会建立起来 所以 所以你们比较像是伙伴关系 比较多变成是这样的 它超过了工作关系 这几位女生歌手是这样的 没有人很难搞的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难搞 我的理论 或者是我的观察 它有点是相对的 如果我 个人难搞 对方的难搞或坚持 对我来讲 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但是如果我 就是把每一个定位都很清楚 如果是跟一个歌手合作 你今天要塑造的是他的唱片 你要制作的是他的唱片 所以他的主意跟他的想法 对我来说会是第一位 我是用一个辅助的角色 我不是一个主导的角色去做一张唱片 因为我 我没有要上台唱歌 是他要去唱那个歌曲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 我是用我的专业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没有难搞这件事情 嗯 他不喜欢我的编曲 那我会问他为什么 对 那他的考量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 欸有道理 因为他在舞台上 或许这个编曲 让他无法真的 很放开的唱 是 对那我就可以理解 嗯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艺术家 或是歌手 或是音乐家 一定有某一些地方是他坚持 或是他的执着 也许一般人会觉得 这是很难搞 但其实那些执着 跟坚持也许有时候才是成为 他今天是这个地位 是 对 我很想要知道 比如说起真有没有 他特别坚持的 其实我觉得他坚持的 呃最多的是生活上的 嗯 不是创作 对因为我觉得创作上 对他来讲是生活一部分 而他的生活 才会造就的是 现在大家认识的他是 变成这样 是因为 他觉得创作不是一个 可以计划 一年一定要一张 或是两年一定要一张 嗯 他坚持的是 他的 发完一张唱片 是记录他过去的一些事情 嗯 生活之后 他要在生活够久了 累积了 累积了够多的想法 他真的关心这件事情 对 而且他关心了 他要研究 对 他喜欢数学 嗯 他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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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天文 嗯 他要观察 研究一段日子 他对这个议题 有一些新的想法 他才能够再写一个东西 哦 所以他无法被规划 对 而当他写出来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 对 没错 那他当他写出来之后 他找到一个 坚持长期一起合作的伙伴 对 陈建奇这样 对还有忠诚户 还有乐手们 其实都是这样子 嗯 所以 那个坚持其实 不会在工作上 是所谓 呃 争执上 因为这个坚持而争执 不是的 对 是因为这个坚持才让我们工作这么顺利 是因为 我们太了解彼此 哦 对 是 我知道你跟陈珊妮也一起发了一张传记 对对对 十九 很有趣的一个案子 我还可以在里面辨识出你的声音 哈哈 对因为 那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案子 也是一个很突发的事情 是因为我做 你知道我做剧场也有广告 不过这些东西通常都很少唱 对 都是配乐 对 而且都短短的 对 一分钟三四秒 那 之前我比较多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 兴致来了 就把我觉得我喜欢的片段 就寄给珊妮听 嗯 然后他听了一些段落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这些音乐其实 品质都不错 而且他 在他耳朵里面是有旋律感的 嗯 所以 为什么不把这些歌 发展成一首完整的歌曲 嗯 所以他就这样做 他就把我的三十秒的配乐 拿回家 然后他就用他的电脑 把它贴贴贴贴贴贴 贴成一个三分钟的编曲 欸 对 然后他就把旋律唱进去 把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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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贴完之后的旋律跟编曲 拿回来 嗯 我再重新再编一次 嗯 因为如果一直重复 当然会很无聊 对 不能这样 没有层次 对 那张专辑是这样子来的 欸 你们这个很像是 有一个诗人开了一个头 他写了第一句 然后你对下一个 然后接力这样子 对 是这样子的工作方法 啊 好特别喔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好玩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两个来说 呵呵 台北市或者是高雄市 还是有很多唱片行 嗯 不管是连锁的也好 或者是自己开的 对 然后渐渐的这些唱片行 从一楼的店面 变成一楼没店面 对 到二楼去了 然后到二楼 又没有了 现在其实没有了 有很多没有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 很可惜 我前一阵子在脸书上 看到一个件很有趣的是 你最近带一个新人 是 叫柯智堂 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跑去了屏东 一个即将 应该现在已经歇业的唱片行 对 去那边唱歌 对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采取这么特别的策略 嗯 第一个是因为柯智堂的声音 被听见是因为一支广告 那一支广告的内容 是有关于记忆的 对 那我觉得记忆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来讲 年纪到了一个 一个阶段 你会开始回想以前的事情 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在唱片公司 然后在音乐做这么久 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在消失当中 嗯 那你没有被记录下来 它就不见了 对 以前在很多台北市或者是高雄市 还是有很多唱片行 嗯 不管是连锁的也好 或者是自己开的 对 然后渐渐的这些唱片行 从一楼的店面 变成一楼没店面 对 到二楼去 然后到二楼 又没有了 现在其实没有了 有很多没有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惜 但我 它是一个趋势 它不一定会这样 因为 因为载体的不同 它一定会这样 但 但毕竟还是自己的回忆 嗯 也是柯智堂的一个回忆 嗯 那我们就打算做这些事情 嗯 那不止唱片行正在消失 呃 在台北市在都会区 杂货店也在消失 因为连锁超商 嗯 越来越多了 拍人头像的摄影的 照相馆 有底片的那种 也在消失 对 对 可能比较 小的戏院也在消失 因为连锁的大的戏院 影厅那种 对影厅正在崛起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记录 倒也没有说真的有 有要感伤或者什么 嗯 但它被记录下来 它就 它就会流存着 会流存着 跟音乐一样会流存着 对 尤其是这些东西 其实陪伴我们过去生活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 场景 嗯 好 谈一下柯智堂好不好 它的声音也非常的特别 对 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我在广告听到的时候 其实 我已经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是魏如轩的表弟 嗯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是谁 但是大部分在 呃 网路上或电视上 听到这个声音 会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 而且是一个可能年纪差不多 三十 十十岁 对三十十岁的外国人 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土生土脑的台湾人 嗯 然后也没有出过国念书 但他很喜欢西洋音乐 对 然后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朋友 唱歌的时候都会把眼睛闭起来 对对对对对 那我 呃 他有勾起我好像可以再做一种 现在我觉得台湾没有的音乐的样子 啊 对 然后他的声音又这么的有 亲和力 对 那那个亲和力 你不自觉的 嗯 就是他他也没有真的告诉你什么讯息 可是他就会 你就会听进去了 嗯 那我想试试看用这样的一个声音 然后单纯的做唱片 嗯 然后 嗯 让这些 我们关心的 比如说 记忆在消失的东西 嗯 然后跟他的 呃现在年轻人的处境 嗯 还不稳定 想要流浪 想要追寻一个定位 自己的身 身份 或生活的定位 这件事情可以做一个结合 嗯 因为他自己都是他自己写的歌曲 所以 哦真的 他也是一个创作的人 嗯 所以这张专辑会是一个 比较温暖的专辑 也是很多他自己的生活面向 嗯 因为年轻二十五岁 在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他还是有很多 我觉得应该 很多二十五岁的人都是一样 对 我二十五岁也在盘皇 对对 未来要怎么办 嗯嗯 我是不是要去流浪 嗯 我如果走不去 走不出去台北市 走不出去台湾 我可不可以用 音乐流浪 我用我的想象流浪 嗯 对 好 我们刚刚聊到消失这件事 其实大家也都很为 台湾的音乐未来 其实全世界都这样 整个载体在改变 改变 商业模式在改变 身为一个创作人 你对于现在的音乐环境 你有什么想法 载体改变就是必然的啦 因为 一样卡带 然后到CD 中间还有一个MD CD 那个很短很短 很短的MD 对 我觉得创作上是没有 局限的 因为 人类是需要音乐的 这无庸置疑 所以 大家还是可以尽量的创作 音乐是一定会存在的 对 各式各样的装作 不管你载体怎么改变 对那 载体的改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以前CD在台湾 就只能在台湾发 或者是临近各国 但既然是网路 所以它可以到美国去 它可以透过网路到美国去 那我 因为现在在 唱片公司上班 我其实也都一直在 提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华语的音乐 都着重在大陆市场 但其实除了大陆之外 还有全世界 更多的人口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 比如说韩国 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他的MV 其实有些是会打英文字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主演于 因为他的市场 他觉得不是只有在韩国 是 他有全世界的市场 就像Site 其实风靡了全世界这样子 对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中文的MV 都只有中文字幕呢 因为我在YouTube上 其实都会看到有外国人 会来点台湾歌手的影像 但当然他们会写说 他们不懂这个语言 对 如果他们能懂 就更好了 但他们会来听这个音乐 所以他是有机会的 对 而如果我们只是 把所有的眼光都放在大陆 只有华文的话 我觉得太局限了 我觉得是一个尝试 你可以 因为透过网路这个关系 所以你可以尝试的 打开多一些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但至少是一个机会 可能有一个难处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歌词 中文歌词 升得相对比较难一些 因为不像西洋歌 它要流行 所以它的歌词都比较简单 其实韩国歌也是这样 舞曲的歌词 它是它的策略 我觉得是策略 一个政策 就是它简单 然后有些英文 所以你不需要完全知道 韩文在唱什么 你可以理解它要讲什么 但中文相对困难 但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 都不会就是说 欣赏这样子的东西 即使是西洋外国人 他们还是有办法 在我们好好的翻译 这些文字 他们可以感受到情感面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剑齐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音乐 谢谢 糖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